我們今天來開箱 不過開箱之前我要先喝一杯咖啡 你不想吃嗎? 別不想吃嗎? What you do it for? Quit your job, leave your wife Tell your kids you went on tour You went out to get them snacks Ice cream and some chocolate fudge You the one they love So if you disappear then hold the grudge Showing up at graduation Telling them you're proud They made it Then it's back to your vacation Bumping Californication In your station wagon That you borrowed from your older neighbors Left a note that you would take it Your kids get back here! Living life without responsibility Sorta sounds a deal to me Change my name to Cavity Cause everybody feeling me Heard some people say I ain't a real MC Might become a chef The way these motherfuckers grilling me 歡迎來到ROCK頻道 那相信你們看完開箱之後呢 你也瞭解了本期視頻的主角 就是這一雙 Newbilless 990V5 相信關於這雙球鞋的背景故事 和它與上一代的區別呢 可能你們在其他的UP主那裡也看得夠多了 那其實我拍攝這次視頻的目的呢 更多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雙球鞋的穿搭 以及它的腳感 看 鞋帶都沒有放 這雙鞋呢 我會在未來一走每天都上腳 實際體驗一下它的腳感 並且還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如何搭配這雙球鞋 大陣的洗手間 也要在不停的 看 鞋帶都沒有花蝶 雙球鑽 我都不停的 就繼續做這些 我都不停的 這是雙球鞋 我們基本上蝶棒 基本上蝶棒 是打開 engagement 跟鞋帶的 我們一緒 不停的 剛看到我的國旗缺了一個角 原來它這個圖案是印在外面的 很容易掉 第一天的時候我去到了植物園 在紋飾裡面拍 不過我覺得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決定 裡面非常熱 然後機器也非常大聲 所以沒有辦法在裡面給你們講話 那其實你們可以在視頻裡面看到 我穿的T恤都是非常寬鬆的款式 但是這裡的寬鬆呢 不是說你regular的版型 買的越大Size就越好 而是說你的版型就是要放送的 Loose的版型 這樣子你的搭配才不會過於拖塌 背包我沒有選用雙肩包 我們是背了一個非常大Size的Football 這樣子的Football 對於你一整層的反送造型 是非常加深的 下妝我選用的是短褲和相同色系的襪子搭配 這樣的話呢在視覺上不會有太多的顏色 讓亂你的整個搭配 今天在植物園特別熱 而且裡面超級無敵操作 那我走出來之後 我沒說兩句話就開始下雨 所以 雖然下雨天沒有辦法拍太多的內容 不過還測試一下這張鞋 在雨天的時候滋滑露面的表現 可以看到它的鞋底有非常細密的橫紋 可以看到非常明顯的排水線 這些紋路在雨天可以保障你很好的排水性和抓地力 在一般的濕滑露面呢 我有過於明顯的打滑 那第二個造型就是我日常去喝咖啡的場景 這個路其實很簡單也很基礎 橫色的體穿搭配到寬鬆燈或補充 這樣的風格也是我個人認為最適合這雙球前的風格 這樣的風格也是我個人認為最適合這雙球前的風格 並且補將Dior Roll Up露出你的襪子 這時候襪子的顏色和款式就顯得非常重要 第三個造型 說到老爹鞋呢當然有一點老爹風格的搭配 這一個造型其實就是非常經典的老爹搭配 老爹搭配 Polo 3加上一條寬鬆的圓牛 加上純白的棉襪 這一個造型的衣服 不過在這裡你要小心你的圓牛有可能會掉色 我們一天穿就是把這個地方 衝藍了 或你個人不喜歡有領子的衣服 如果覺得夏天穿太熱的話呢 就拿純色的T恤去替換就好 Polo 3的造型除了搭配長褲之外 其實我個人還是非常喜歡搭配短褲 畢竟夏天 我是用深色的Polo 3 搭配淺色的白布大短褲 再加上五片帽和雙肩包 整身的造型看起來就非常的City Boy 襪子的選用再三強調 襪子的顏色和款式非常的重要 這一天呢我穿這張球鞋行走時間 也非常的久 大概有六七個小時吧 這張鞋由於它寬鞋旋的設計呢 在長時間穿走並不會感到疲憊 前掌的中底泡棉呢是比較柔軟 後跟中底的泡棉 相對於前掌來說更加的隱憾性 這張鞋我在穿了大概一週多的時間 前掌泡棉的位置已經有一些折症了 鞋穿進鞋裡面去之後 你不會感覺到它的鞋底底面 像外面一樣看起來平平大大的 你的腳穿在鞋裡面會有一種包裹感 這種包裹的感受 跟Nike的Flyknit 或者是Adidas的Primenit 感覺都不一樣 它不是那種全方位把你裹得緊緊的感覺 而是鞋底的包裹與鞋面的包裹是兩種不同力度的包裹感 鞋底會給你非常有信心的支撐、穩定性 鞋面的設計對於你腳部的保護以及運動也是非常的舒服 對於天氣的悶熱我也嘗試了一下 稍微有一點機能風格的搭配 就是快感面料的繼續搭配技能的功夫褲 這樣的新技能風格搭配的部分我覺得是非常新鋪的 如果你很喜歡的話可以嘗試一下 技能風格的單品面料都會有相當程度的功能性 所以搭配這雙球鞋我覺得也是非常合適的 在這裡小小的劇透一下 這一層造型的背包呢 是虎夫工業的新款背包 我也會在不久的將來 單獨推出一期視頻 專門跟大家詳細介紹一下這款背包 相信購買這雙球鞋大多數人不會拿它真的去跑步 不過我還是要測試一下它的運動性能究竟如何 在這裡也比較推薦大家 如果你要穿這雙鞋去運動的話 建議你還是在專業的跑道上去運動 半毛隔幾公里的話問題也不算大 如果你要穿這雙鞋去健身房做CrossFit的訓練的話 我還是推薦你穿更加適合於健身房的這種訓鞋 相信大部分人購買這雙鞋的最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它方便搭配以及長時間穿著不會疲憊的腳感 OK 那跑步的畫面看完之後呢 要說說這雙鞋的跑步的過程中 後跟緩震的效果也是除類拔萃的 當然你不可以把它拿來跟React 或者是Boost這一類當紅的科技跑鞋對比 不過對Nubalax 990的復古跑鞋來說 這樣的科技足夠應付你在日常慢跑過程中的一切緩震 那對比一下990 V2 這雙鞋在當時的科技來說全部都是用Upsorb的科技 可以看到在不管是中底、後跟或者是外底也好 都說明這雙鞋採用的是Upsorb的科技 並且這雙鞋的鞋型也是比較瘦長的 像V3、V4就會比較的寬 牽涨很爽 所以我覺得是990系列V2和V5的相似之處 它們都是比較瘦長的鞋型 OK 那麼總結一下這雙鞋 第一個就是它的腳桿 在990全系列當中 我認為是目前為止最舒服最出色的一雙腳桿 無論是中底的柔軟或是後跟的回彈 表現都非常不錯 很適合長時間穿著 然後它的搭配風格也是非常多變 你可以嘗試工裝、復古、輕技能 都是非常不錯的選擇 還有一點就是990 V5最新配置的Alphalate抗菌鞋墊 這個鞋墊可以讓你在長時間行走和輕微運動的情況下 都能保持良好的透氣性以及防臭 在這裡要注意一下 990 V5的版本是有兩個版本的 你可以看到我這一雙版本是販毛皮 也就是豬皮革 這個版本只有三個顏色 是灰色、海軍藍還有黑色 那還有另外一個版本是 亞光面的灰色皮革 那個就是牛八格的材質 那麼那個版本只有灰色的一個顏色 然後這雙的官方售價是1899人民幣 牛八格的版本是2099人民幣 我個人購買的尺碼 真是尺碼 比如我的腳長是265 那我購買的尺碼就是265 我這兩雙990都是第一寬的選寬 如果你的腳比較扁平、比較寬的話 建議你選21 或者以上的寬度 OK 相信你們看完所有我的造型 以及我的詳解之後呢 這雙球鞋的風格 以及它的性能 所有的一定程度的了解 也希望這期視頻能夠幫到 我們還沒有入手這雙球鞋 通過這期視頻 會更加的喜歡與了解 牛八格的99070 以上就是這期視頻的所有內容了 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麻煩你點讚、投票、轉盤、三連 別忘了關注我 那我們下一個視頻再見吧 出發地獄 出發地獄 by bwd6